隨著全球環境變遷 再生能源也成為重要議題 這次屏東縣政府就宣布 屏東成為全國第一個 達到民生綠電百分百 使用再生能源的城市 同時也是全球參加再生能源 區域聯盟的眾多城市當中 人口跟土地面積規模最大的城市 3 2 1 高 屏東縣長潘孟安踩下腳踏車 用踩踏發出的綠能 點亮舞台上的牌子 近年來屏東縣府積極發展綠電 而這回縣府就宣布 屏東達成了民生綠電R1 100的目標 也就是屏東縣的再生能源設施 發電量可以供應白天 尖峰時間的家庭用電 在這個過程也感謝 我們一路來台電 能源局的很多的協助 那所以我們來見證 在這個歷史的一刻 我們屏東未來還有更多的空間 還要成長還要努力 環保局指出 屏東縣府設立的綠能專案辦公室 採用太陽光電專案專區 以及土地複合式利用這兩項策略 以不適合耕種的土地 來劃設太陽光電專區 包含停車場光電屋頂 以及校園光電風雨球場等 希望可以成為其他城市的典範 從我們二零一六年成立了 專案辦公室之後的綠能專案辦公室 統一單一窗口 然後垂直整合 零預算的來做政府與業者 以及人民地主之間的溝通 屏東縣府表示 在聯合國勇士發展目標的十七項指標當中 第七項就是確保所有人獲得可負擔 安全和勇士的現代能源 希望屏東在能源轉型這條路上 可以接軌國際邁向勇士城市的最終目標 記得綜合報導